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距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 希拉里·克林顿到底是否会参加总统竞选吗 这样的疑问从他卸下美国国务卿职务以后就没有停过 最新的民调显示 目前最受美国民众欢迎可能竞选下届总统的人选中 希拉里·克林顿以73%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于仅有12%的支持率的现任副总统拜登 民调认为他能击败所有共和党的挑战者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还没有宣布是否参选 民主党内的高层外围组织以及许多社会团体都坚信 他将参选并且已经准备动员和支持 希拉里·克林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能力 这位前美国第一夫人 参议员 国务卿 一旦选择竞选 真的能如民调所言 他的迈向白宫之徒会所向无敌 畅通无阻吗 还是前景堪忧 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人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接受一个女人作为总统 好 有关这些话题呢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嘉宾 一起来参加讨论 一位是美国时事评论员薛海培先生 薛先生 欢迎您 你好 非常谢谢您 在这个大学天 您冒着很多的困难抵达我们的演播室 差点来不了了 所以你足珍贵 非常感谢您来 好 另外一位呢 我们给您介绍的是 基尔福特大学政治系教授 郭学志博士 郭教授您好 好 非常欢迎您来参加 那么刚刚在我们的开场版里面 就讲到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种种 还有民调等等 所以我想首先请教一下郭教授 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您觉得希拉里·克林顿 她是不是在这个 有意角逐白宫的人 或者在美国整个政坛上来讲 她的这个政治优势 非常的绝对呢 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 五个因素 她确实有优势 第一个呢 就是她有很强的经验 你看她呀 她在那个在任 那个就是政府的时候 在国会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国会的时候 都不错 所以的话 我想的话 她是一个 她是唯独一个人 她走了112个国家 在过去 所以这第一点 她的经验 有很大的影响 对她 OK 第二个呢 就是 她 她还有一个得到党内的支持 就是得到民主党内的 大佬的支持 我说 比方说 奥巴马已经表示了 她要支持她 已经有这个表示了 她得到第三号人物 苏默的支持 这个表态 也要支持她 所以她这种事 对她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取落 还有个呢 她呢 就是通共和党比较起来的 民主党现在是有优势 因为共和党在前段时间的话 几次 这个事情中呢 都表现不太理想 所以说民主党有优势 第四个呢 就是她自己呢 克林顿呢 她有经验 我就说 希拉里有经验 有竞选的经验 所以她很早就开始在准备 她准备的竞选资金 她的团队啊 现在看来是非常非常强 非常强 所以我想 这些原因组成的 她是非常非常 我觉得她是很有竞争力的 很有竞争力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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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教授对 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 非常高 当然 希拉里克林顿 有她自身的优势 但是呢 中国有个俗话 叫这个树打招风 她太有名了 她太在这个新闻的中心了 那她做过前第一夫人 又做过国务卿 做过参议员 那么就是说 出头露面的时候太多了 也最容易受到 这个对手的攻击 当然她有她的优势 海培 我想请你谈一谈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 她的 她的那个弱点是什么 她的那个弱势是什么 从新闻 没有弱势 有弱势 对 其实最大的一个弱势 就是她今天到今天 还没有正式宣布 自己要参选 其实很多人认为 这件事百分百的定的事 但是其实也不一定 那是不是她的一种策略呢 这个咱说不清楚 但是 你要说 真正如果一个弱势 就是 她到竞选 去白宫那天 已经差不多70岁了 这个年龄也是挺 挺大的一个年龄 所以美国上了70岁以后 进白宫的总统 也只有几位 但是副总统拜登 也表示自己 没有理由不去参选 她的年龄也不小 没错 那句话听起来 有点像气话一样 但是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 克林顿初选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而且从一个 竞选政治角度讲的话 她 希拉里的弱势 确实没有太多毛病可挑 这个人的经历是太疯了 她有没有就是说 在你看来 除了就是说 她现在还没有宣布 我要竞选 这是她的弱势 她没有任何的一个弱点 会受到对手的攻击吗 一点都没有吗 在本党是几乎没有什么弱点 在本党也是 当然在这个大选里 你看最近 讲了很多事 跟她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领馆被 被 被 被抢了 之后那个大使被杀 这样一些外交议题 还有叙利亚这些问题 都是可能是对手 强烈攻击她的地方 郭教授好像刚才也说 郭教授 对 我觉得她也有 劣势 我认为第一点劣势 就是她是个女性 这个美国人 经过过去的民调显示 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她接受一个男人 作为总统 但是只有62%的人 说她愿意接受一个女人 作为总统 所以她对她是个最大的挑战 我特别是到了后期以后 如果有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 一个选手出来 她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呢 我想她的搬家戏事件 对她的那个能力 对她的诚信 可能有影响 这个影响可能会 在后期会看到 第三个呢 就是我觉得她的这个 年龄和身体状态 可能这个是对她 是她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弱势 她的年龄 你看到了 刚才嘉宾说的嘛 她已经到了 到时候已经是69岁了 对不对 差不多跟李根差不多 跟李根一样 竞选的时候 就是很老的总统了 而且她去年年初的时候 她得了老血酸 这个很影响很大的 中国追你 你出于这种情况下 你的身体状态 被人怀疑 而且你的年龄 和身体状态 两个皱在一块 那你就 就很难说了 郭教授 还有一个人 就是说 从美国的政治文化来看 美国人 他的从心理上 他是一个喜心厌旧 喜心厌旧 还有喜欢冒险 喜欢新事物的人 在历史上 历界政府 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政府 就是每一个党派 就是一个党派 它控制这个政府 最多的两届 只有有一个例外 就是说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李根和布什 在这个转换的时候 有三界 做过去 基本上都没有 就战后一户 所以这个 对美国人的政治文化 心理上 这种能不能够转换 这就是一个成问题 好像海文人又发出来了 如果是在后期 有比较有竞争力的 选手出来 年轻一点 可能这是对他 一个非常 郭教授 我能不能追问您一句 你刚才两次提到 就是如果有 更年轻的 更有力的 民主党的候选人出来 对他是一个威胁 目前在您看来 民主党内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还没看到 现在至少 现在还没看到 但是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时间 所以我们看这两年时间 是不是 还有 能不能有人出来 所以我是 我是期待的 我在看 现在看不出来 刚才补充一点 这个 我有一条同意 非常同意 郭教授 有一条不太同意 就是说 这个女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 靠这个 以前的这些 做Pol 做这个民调的东西 确实非常不准 你想包括 同性恋这个问题 包括这个 欧巴马第一次竞选的时候 这个黑人问题 都是跟民调 都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其实我个人感觉的 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不管是民主党 和共和党 确实呼唤了 一个第一位女性的出来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 是一个优势 那么弱势 其实刚才他 郭教授 见解提到了一点 就是这个 我觉得美国有一大帮人 起码这个人口 总有30%到40% 说我们不要再看到 这个克林顿夫妻的像了 这个这对夫妻 对我们来说 我们已经看够了 有这么一个 也就是郭教授 讲的喜新研究的问题 加上这个克林顿夫妻 有一系列的政治丑闻 说这个可能是 他一个潜在的 一个弱势 但是讲到这个女性 出来当总统 我还是有点点看法 并不因为我是女性 郭教授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希拉里克林顿 在处理班加西事件 在国会听证的时候 他曾经很愤怒的 就讲说 为什么还要 对以前的事情 还要来 这个死缠烂打 追究不停呢 应该往前看等等之类的 就他在这个 处理这个事情 跟回应的上面 他充分显示他这个 就是他强硬的态度 所以如果说是 希拉里克林顿 不错他本身是女性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 大家可能已经抹去了 他这个女性的 这个性别的 这个感觉 认为他就是一个 政治人物 所以呢 以过去来看的话 美国人都已经 接受了一个黑人总统 整个的社会环境 是在改变的 您觉得美国人 接受一个女性总统 会有那么困难吗 您怎么看 但是希拉里在这点 比如说如果要开始 女性总统的话 希拉里可能应该是 一个很好的人选 因为他给人们的印象 是一个很强 非常有决断力 就是说能力很强的人 所以的话 他在这方面 可能能弥补一下 他对女性的劣势 女性的劣势 所以这点我觉得 对我觉得 就是说希拉里 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接着这次选举 我很期待他能够出来选举 对不对 好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 来接一下电话 我想听众很多人 大概对希拉里 克林顿也有一些看法 听众朋友 如果您对于 美国总统 应该是谁来当 或者男性女性 或您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您来发表意见 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400-120-0551 我们现在先来 接几通电话 我们线上 已经有几位观众了 第一位是山东的 朱先生 山东朱先生 您好 请说朱先生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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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我说话 是 请讲 我说话 我说话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请讲 我是这么看的 我是这么看的 这个希拉里纳 在这个任国务情 这阶段 他这个 都知道 他这个 在世界各国家 办法 为了这个美国的利益 也为了这个 被亚洲国家 人民的利益 我是很看好 但是从希拉里的 个人性格来看到 他很强势 这个 他很符合一个 国家领导人 这个什么 这个 求见 我是很看好 希拉里的 好 山东的朱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让您讲到这 我们再接一位 北京的汪先生 北京汪先生 你好 你好 请讲 汪先生 请见了吗 你好 是 请讲 我 我感觉希拉里 克林顿 他要进行总统的话 一样当国务卿 一样没干好 这还能当总统吗 他当国务卿 为什么没干好 我 这不像大使馆 被大 这不持续 那什么 国务卿 这还有 有什么当中 但是说他 当总统复养的时候 小价没看好 才能看好大价 美国要选总统 怎么能选出 这样的污点因 好 北京的汪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再接一位吧 这么多 安徽的张先生 安徽张先生 你好 请讲张先生 张先生请讲 你已经在 我说 希拉里是一定会参加 请讲 我们再听 希拉里是一定会参加的 希拉里一定会参加竞选的 它只不过是世界上的问题 世界上的问题 就是现在策略上 它不参加 快要多的时候 它会参加竞选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希拉里 我们东国人是不欢迎它的 它是非常 跟中国人非常不友好的 第二个 第三个 希拉里面 如果上台以后 参加总统了 世界肯定会来一次灾难 他的丈夫 在南斯拉夫 打了一仗 死了那么多人 他上台一定会 打一仗的 这一仗在某个地方 又会死掉几万人 肯定是他一个人上台 世界就会带来一个小的灾难 好 安徽的张先生 好 感谢您打电话 今天来发表您的观点 还有一位 我们一块接了吧 上海的熊先生 上海熊先生您好 刚才那位先生的胡说八道 我要首先讲 我非常拥护 希拉里 参加总统竞选 并且预祝他能够成功 理由有 如下 一 希拉里 他这个人权捍卫者 当缅甸政府转型的时候 他飞到缅甸去 与昂山数据会面 世界为之阵容 第二 陈光诚 逃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希拉里亲自 处理这些问题 处理得很好 美国既然能出一个 黑人总统 为什么就能出一个 女性总统呢 好 上海的熊先生 感谢您 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很有意思 这么多观众进来 中国观众 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 当然了 就是美国总统 最终能不能选得上 他不太取决于 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和观点 我觉得刚才的观众 确实在几个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不同的看法 这个很意思 而且就提到什么 希拉里对华是否友好 这些老问题都一直都提出来 看来确实中国民众 还一直很关心 克林顿夫妇 这对他们的政治生涯 这挺有意思的 其实讲到这个 就像刚刚的几个 我们的观众打电话来进来 观点可能是很极端 也很不一样 事实上这也是显示 在美国的选民当中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向 我想请教郭学志 郭教授 那么过去在几年前 美国的保守派右翼 就把希拉里妖魔化 说你好好的第一夫人不当 你在干什么 所以他们对于希拉里克林顿 就好像有点抹黑的样子 但是就像我感觉的 就是时代环境都在改变 现在是不是希拉里克林顿 对于一些保守派人士来讲 他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形象呢 我觉得他这个负面的形象 还是有 特别是对一些极端的 就是这个保守派的人 确实是对他是不太感冒 这一致的 但是你要看到 他那个保守阵营里面 有一些比较像左翼 就他们的左翼 对不对 比较靠近民主党 这些人 对他还是比较感冒的 因为他能力还是在那儿 而且的话他现在 他有这个在那个 那个政府 这些政府这几个部门的工作能力 就说明了他的话 他有一个很好的可能性 把这个政府融合起来 如果作为一个总统的话 他能够成就这个目标 现在有很多人 并不具备这样一个特点 其实这个希拉里 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因为 给他有一种无疑性 对他可以做的 比如说这个他和奥巴马当年 比方说给共互党那个协商 今后作为总统来说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说 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好 谢谢郭教授 那么薛海培先生 你有什么补充 我就说这个 其实这个希拉里的这个 你说是不是很多人不感冒他 但我觉得这个 首先这样分析 在这个本党初选 无所谓 共和党敢不敢冒 不影响这个本党初选 第二个问题 这个大选时期 大选时期其实这个希拉里的 相对保守的这个记录 政治记录 其实是对他很有大帮助 我2008年 我在给这个奥巴马竞选 你看我们在 在宾夕法尼亚州 在几个这个摇摆州 我们当时就觉得 就是奥巴马的 对这个中间选民 特别对白人的 这个这个劳工阶层的 这个这个票 拿不到韩国的票 对吧 我们都拿了大量的年轻人 或者是老人的 所以说这个希拉里在这个 如果一旦走到大选的阶段 对相当一部分的中间选民 也是中间选民决定了 美国这个总统竞选的 这种结果 还是对 强势很多 优势很多 对 刚刚郭教授又谈到 希拉里 克林顿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假设 已经69岁了 也算是一个高龄的女士了 加上还有这个身体的隐忧 等等 那另外在美国的这个 政治情况之下的话 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也可能有喜心愿 就有这种心理 像当年奥巴马总统 出来竞选的时候 他也不过只有四年 在这个国会议员 第一届都还没坐满 就出来选 竟然把一个这么老道的 希拉里克林顿 给在初选之后 就给击败了 所以有很多人觉得 这个新人会有些传奇的故事 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新人是谁 所以是不是 对于希拉里克林顿来讲 他的一个挑战 就要把这个年轻的选民 给好好的掌握住 他才有机会呢 对 他应该这样做 他现在的战略 竞选团队 他做得非常好 他吸取了经验 为什么他此次故事 不雅太 他也就在观察 而且他现在 已经早就在做了 早就在做了 一些竞选的资金 但是他还是面临这个问题 美国的年轻人 对我们教书的 教这么多年 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年轻人 就是行人研究 所以的话 这个没有办法的 而且的话 他们心里 美国人的话 愿意给人一个机会 就他们做的 比较公平 他们心理上 要给人公平的机会 就说你们做了 这么几年了 能不能叫别人来换 就换 像克林顿的时期 他都做得这么好 两届以后 债务也还清了 而且国际形势上 也比较好 但是人们仍然愿意 换一个新总统 就是说从心理上 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愿意换 就是说美国人 愿意给一个机会 给别人 所以这点 我觉得 基拉里 他可能心中也有数的 所以他还 面与这样一个挑战 我觉得 好 非常 谢谢刚才是 郭教授的分析 我看关于 这个希拉里 克林顿 是不是会参加竞选 参加竞选以后 是不是 能够畅通无阻 这个话题 咱们暂时就讨论到这